由亚洲影音产业协会Avia举办的台湾InView座谈会 5月4号在台北万豪酒店展开 探讨包含台湾影视产业发展 串流大战以及打击盗版等议题 吸引许多相关业者和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官员出席与谈 一起探讨与了解台湾影视产业的发展与方向 我觉得台湾跟其他的国家有一样的可能性 但是最主要就是有好的内容 我们已经看到了韩国在过去几年 就是变成这么成功的 台湾就是一个讲中文的一个市场 那你就是看在国外有这么多的人 就是非常爱看中文的节目 所以就是在这个方面来看 我觉得台湾比韩国有好处 所以我觉得又有一个很好很大的机会 在多媒体影音蓬勃发展的串流大战当中 台湾影视产业面临跨国OTT大举入侵 抢夺许多收视群众 台湾影视产业相关业者 希望能够整合资源才能扩大经济规模 最近台湾产业其实有非常重大的突破 那我们也要特别感谢文化部 推动这个文创法的修正草案 那目前这个法案已经正在立法院 讨论和审议当中 那hopefully的话是在今年的下半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法案顺利的通过 会让更多的中小企业 或者是甚至传统企业的资金 能够投资到影视音的内容产业上来 所以这个的话将会带动更多 我们内容产业的发展 而在数位时代 海内外盗版问题越来越严重 造成影视产业背负庞大的威胁和损失 业者认为政府要有更强力的宣导 以及制裁手段 有效嚇阻盗版猖獗 在这个部分呢 其实应该是要从教育 还有政府的力量 多方面来做宣导 以及执行 以及取缔 所以我觉得应该长期而言 是从教育 在中短期 是业者必须跟政府攜手协力 来一起解决盗版的问题 主办大会表示 台湾影视产业其实潜力无穷 透过这次论坛交流 让政府和业者有明确方向 增进媒体影视产业的发展 记者许超雄 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